《庄腔启示录》根据《柳翠虎》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唐颖、蔡文静氏和徐子权、韩东军氏 从相互试探到卸下面具 再到建立信任重拾自我的都市爱情故事 看点一 庄腔的较量 剧情一开始 唐颖坐在飞机的经济舱里 摆好道具发了个做作的朋友圈 美化下自己的社交名片 紧接着喷点香水 顺手拿起英文书读起来 身旁西装阁里的徐子权毫不示弱 拿出香膏不经意地擦了几下 一对陌生人关于装腔的第一场较量已经开始 之后徐子权叫住空姐问他为何来经济舱 看似寒暄 言爱之意却是我平常都做头等舱的 气势瞬间拿捏了 看见唐颖有些冷 还要调毛毯递给他 心想这绅士风度还拿不下你 可唐颖不吃这一套 随口问出 平时你都是这么和小姑娘搭讪的吗 大家都这么直接的吗 徐子权倒也镇定 回答道 第一次有人和我讨论这样的问题 瞧着回答 这招应该百事百灵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这么抓码 如此装腔 非但不让人脚趾抓地 反而有一丝滑稽 不过表面光鲜亮丽 私下可遭老罪了 看点二 面具下的狼狈 唐颖刚下飞机 准备给自己置办一套行头 结果接到领导电话 这次只能独自行动 一气之下 给自己买了套华丽花哨的衣服 到了酒店 疯狂修改合同细节 第二天 与合作方刘美玲 怡红结识 本来都要谈好续约方案了 上次王绿 讲师盟事 连环消息轰炸 被美玲看见 心情瞬间不好了 唐颖连忙着打圆场 结果王绿一个视频打过来 好家伙 在三姨父的葬礼 一边悼念三姨父 一边工作 这操作是相当炸裂 不出意外 续约的是彻底黄了 这个锅还扣在了唐颖头上 另一边的许子权也不好过 陪客户坐禅 被教育功利心太重 客户态度大变 不知道是不是有别人暗中作梗 心力交瘁 也没能促成合作 看来大家面具之下的生活不太顺利呀 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 上司以及客户 都有着不同的腔调 到这我才理解 唐颖说的那句 假装拥有成为真正拥有 这样的装腔 可以帮助做成很多事情 原著中精彩抓马的故事内容为 装腔启示录的剧集质量 奠定了基础 用戏剧化的方式 展现了多种不同程度的 都市男女装腔 比拼 几句话就能建起防线 也可能因几句话破防 都市男女的装腔摆态 是该剧的重要看点之一 要说这部装腔启示录 能收获这么多的观众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演员们的塑造 将那股装腔的劲演绎得恰到好处 不让人反感 更有看下去的兴趣 第一位 蔡文静 科班出身的蔡文静 出道以来 曾出演过《匆匆纳年》 《加油吧!实习生》等众多作品 后因出演《七个我》 对大家熟知 更凭阳光之下 中的柯营一角 收获极高人气 此次在装腔启示录中 蔡文静饰演爱装腔的初级律师唐颖 唐颖一出场 干练的职业装配上精致的妆容 直接立住了律政家人的人设 镜头一转 抱着一束花送给合作客户 嘴向抹了蜜般各种吹捧 一脸的谄媚 遭剧后的背影都尽显失望 蔡文静将唐颖这个角色不同的情绪 拿捏得太精准了 有着丰富的层次感 第二位 韩东军 说起韩东军 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 《无心法师》中的《无心》 然后是《情满九道弯》中的杨树茂 又或是《长津湖》中的神枪手平和 这些都是韩东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 在装腔启示录中 韩东军饰演徐子权 非常游刃有余 装得一点都不油腻 给唐颖要毛毯时 颇有绅士风度 而且工作不如一时 还保持着沉稳的态度 果断的计划 Landy 韩东军演这个角色 不像演的 第三位 霓虹杰 霓虹杰凭《武林外传》中的 《珠无双一角》走进大众视野 笑容很有魅力 之后在竞技类节目 《演员请就位》中 霓虹杰将一位绝望的母亲演绎得非常打动人 而这次在《装腔启示录》中 霓虹杰饰演的是为父婆界的显眼包 时时刻刻将自己的老公挂在嘴边 刻意地表露出自己的小心思 加上地道的上海口音 霓虹杰把这个角色演得太出彩了 第四位 包尚恩 作为一位新人 包尚恩的作品不多 但每一个都很有记忆点 如《花昭秋月夜》中的琵琶仙女李萨萨 人设外卖店中的池小鱼 这次在《装腔启示录》中 包尚恩饰演小作精灵新资 失恋后心情跌落到谷底 每天以泪洗面 想开后迅速钓鱼 脚侠可爱的表演 特别吸引人 看完剧的 我和唐莹想的一样 他有这个资本作 导演李默认为 《装腔》是一种都市人的面具 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总要学会在不同场合 使用不同面具 甚至会不得不为了迎合 做一些违心之事 忧失掉真实的自我 《装腔启示录》 对准已经扎根都市的成年人 探讨主人公们 在都市生活 爱情的碰撞之中 逐渐自洽 找回真我 活出自我的故事 坦然面对内心真实的感受 卸下半真半假的面具 才是最自在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